全台高值總共有93個科系 到底該怎麼選呢 快來看486團購網 製作的高值大探索 教育專題 機車及重型機車的維修 二連結的部分的話 會針對我們的汽車修護 一二後馬上投入職場工作 三連結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所謂特色飛高機的課程 同時還有我們所謂的 專題製作攤儲 那這部分人才是我們比較欠缺的 只要肯做 在一般原廠出入的話 都是3萬多起跳 它一定會比基本勞資本還要來得高 一做一學 限制到4萬出都不是問題 它可以考取它所謂的檢驗員 檢驗廠裡面做我們所謂的檢驗工作 一個月薪資也到了3萬多 工作的性質也不會說太多於勞累 這些保修廠我們都是可以到法屋服務的 因為我之前不喜歡讀書 學個一技之長 然後才選了氣修課 選大型是因為可以考推高機徵照 跟其他板機修護 它徵照出去會很有幫助 比較有興趣的話就是推高機 目前來說物流業很多 倉儲來說蠻缺人的 推高機是一種多用化方式 選大型也是為了推高機 也比較好找到穩定的工作 計車科真酷 自己的車自己修 那我爸的車以後保養、打蠟那些 應該都可以算免費吧 免費是沒辦法 但是可以算便宜一點 就9.4折 好吧 9.4折也不錯啦 1.5折 ! 你的成長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